今天我们练习 陵墓大提琴教程第一册的 轻周荡漾这一课 这一课还是有两种音符 一种是四分音符 还有一种二分音符 就是区别这两种实质的长短 也就是节奏 然后音准还是控制在两条弦上 还是不难的 然后就是说 有一些个保留值 可以尝试着去做 我考虑它这一课还是相对有难度的 因为每个人的手指的大小长短不一样 还有柔的这个弦的 弦的这个在纸板上排列的 它们之间的距离 也不是绝对精准 但是差一毫米 然后这个就差不多了了 这个你可以尝试去做 如果做不到 我们觉得下一节课的保留值 开始在学习也不错 这一刻的保留值可以先做 也可以不做 然后重点还是体现这音色 然后注意还是注意空弦的时候 不要把这个弦压得太紧 否则它就容易出噪音 好 我们还是老办法 就是跟着节拍器 从最慢的速度反复的练 然后你再跟这个钢琴伴奏练 这样呢就是说一个找到音准 一个找到去培养你的节奏感 我把这镜头拉一拉 好我们先跟节拍器 这个大概我调到60 你调到60 你调到60就行 现在先慢慢跟 慢慢跟慢慢加快 然后呢 再跟这个钢琴伴奏 这样一个徐徐渐进 这样你就不会感觉摸不到头脑了 五 二 三 四 找这个速度 二 三 四 一 三 四 一 三 四 这要逐渐加快 一直快乐 你感觉有一点把握了 再尝试着跟这个钢琴伴奏 我们试试跟钢琴的声音 一 三 三 四 一 三 三 四 好 我们下一刻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